截止登记期限结束 亚家大选长一号候选人及二号候选人的阵营 都没有向宪法最高法院提交有关大选的控诉 截止周四凌晨参加亚家大选长大选的一号候选人李德文 以及二号候选人达马阵营 均未在线上或线下登记任何有关大选的诉讼 根据选举法参选者均可在大选委员会确定投票结果后的三个工作日内 向宪法最高法院提交诉讼 此前李德文胜选团队表示 他们将向对相关结果提出诉讼 因他们发现许多舞弊证据 并认为大选委员会在履行职责时不够专业 包括向亚家大居民分发的投票邀请函都是有问题的 亚家大当选省政普勒莫诺表示 他已准备好在其领导的征服中 接纳所有政党 包括在亚家大双战选举中的政治对手李德文 普勒莫诺强调在竞选期间 他始终与各方保持良好关系 在未来领导时也将会如此 此外普勒莫诺还声称 他从未将地方选举中的竞争对手视为对手